健康所想 脑梗能吸烟吗 张玉成都京东方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 建议最好不要吸烟 脑梗患者多数是由于平时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长期吸烟饮酒 导致出现的血管动脉周样硬化 造成出现动脉周样硬化斑块 在一定诱发的因素引导下 动脉周样硬化斑块就可以脱落 酸子脱落就可以造成不同部位的脑梗死 这类患者如果进行吸烟的话 有可能会导致向脑部供血的小动脉出现血管收缩 造成血压增高 竟然加重脑组织缺血 缺氧的一个状态 因此对于这类患者来说 建议在急性期尽量不要吸烟 专家提示 建议脑梗患者最好不要吸烟 因为这类患者如果吸烟 有可能会导致向脑部供血的小动脉出现血管收缩 造成血压增高 进而加重脑组织缺血缺氧的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